市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置業的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各個互認的優缺點、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以及將來的收留,及貼助辦理各項政見、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成為你置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如果任何的查詢都歡迎你可以電話先聯絡我們 我們承諾一定會盡快提供各下所需的資料和解答你的移民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曾得最理想的安樂鍋,而是投資物業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的,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你的影片了 另外亦都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那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我是阿湯 我們又帶大家回到中山石崎這一邊,回訪一個 奇崗景觀相當漂亮的項目,就是香檳水岸 其實本身這個樓盤附近都是一些相當方便的地塊和區域 你可以看到航拍畫面裡面,都是一些其他屋苑等等為主 再加上它由於真是位處於一線的崗邊位 所以它很多的單位都能夠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崗景 即使不是正正看著奇崗,但是質質地又加上其他石崎的城市景 都是別有一番的風味 這次之所以要再次回訪呢 因為它開了一些新的市委,加推了新的貨 而在價錢方面,雖然跟之前是相似的 但是其實也會有一些優惠上的驚喜 會提供到給準買家有興趣的人士 如果大家之前都覺得這個盤是吸引的 那這次這批新推的戶型,新的市委 又看看對你會不會造成衝擊,真是吸引到你購買這個項目裡面的單位 樓盤基本在今年年尾就會收樓 而早在去年,這個項目的整體樓宇結構 樓宇的外場等等都已經做好了 所以對於如果你說這個項目的發展商不算是一些非常大的品牌 會不會擔心日後收樓的問題呢 其實這裡都可以告訴大家,整個項目都已經是準燃樓的階段 所以對於說收不收到樓的問題 我相信不是這樣問,而是說收到樓之後 整體的質素能不能夠令到你滿意 而事實上本身這個樓盤如果你去現場參觀 差不多等於是想買哪一套,是進去哪一套到底 所以整體的質量理論上,你用眼睛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而即使你是暫時沒有辦法去到國內去看這個項目都好 我們的直播體樓亦都可以很仔細地幫你提出所有功用部分 又或者是想到某個單位的時候 仔細地去觀察去看真點 單位內裏面的所有事情所有結構 全部都是一目了然的 由於這個項目又好幾棟 而不同動數裡面的單位看出來都會看到不同的奇缸景致 可能有時候站出露台位的奇缸在左邊也有機會在右邊等等 不知道每一個人是會喜歡怎樣的方法看到奇缸 當然有些人可能是喜歡,好像現在的航拍畫面看到 向正南兼且是看到奇缸的 也有些人是覺得不介意向北 但是看到奇缸只能夠看到整個中山石旗市的夜景 是更加有吸引力等等 另外也有一些景致可能是正看著對面 看到整條奇缸把環 兼且看到對面岸,一些其他屋苑等等 可能晚上開了燈他都會覺得很美 每人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那現在我們看完這個航拍畫面之後 我們就跟Jer去了解一下現時 新加推的一些動數單位 以及他新開的示範單位看出來的景致到底是怎樣 HELLO 大家好 今次我們再回來中山石旗區的香港水岸 身邊這位Jennifer 大家都知道 都來過好幾次 Jennifer 我今天收到消息是有新的家推 HELLO 大家好,我是Jennifer 我們今次是有新的家推 新的家推就去到二棟的位置 還有一些無闢房也會有家推 那不如我們再去沙埔去了解多次 OK 沒問題,這邊吧 Jennifer 今次再來HELLO 水岸 今次是新火推哪裏呢 新火或者我們再重新再說一次 讓大家熟悉整個行動情況 先讓大家熟悉整個行動情況 我們現在授樓部位置就向這邊 三棟樓下屋位置轉出來就是我們的江邊 一河兩岸這個位置已經重新規劃 還有政府已經出了批文 我們這邊重新都要修整 整個江邊的一河兩岸公園 都會整得好像情侶路那樣 才會比較靚一點 然後我們整個樓盤 整個七棟樓全部都是住宅的 那維新東西兩個門 一個東門的住宅門向前面 然後有個西門樓是直接去到江邊去散步 然後我們這邊就靠江樓是少高層 十二層高的一個單位在這裏 尾斯早期我們賣的是一棟二單元 然後一棟的一單元還有一些面積是有開數的 那維新三棟和五棟六棟七棟這邊 我們早期都賣了 其中五棟六棟七棟這邊已經收了樓 有些現樓的單位就剩下幾層 在做得價 那維新這次我們家推的樓盤 就是我們的二棟一單元 是少高層這一邊 那維新的話就是一棟兩火的 然後一百一十九方 我們這次家推住都是三火的 我互營為主 那這邊都是替光景的 它十二層高 我們藥馬房就做了在九老的位置 在這裏 然後相對我們還有一些無棟 就是在四棟那裏加推 四棟這個位置加推的話 就是我們有三層樓是加推出來的 那維新四樓 你看這個開始 這裏 四樓到七樓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加推了這三層出來的 是無棟交付 固然之你的意思就是 這次加推四五六七 那就是二三和四樓打上的那些 是未推的 是未推的 暫時未推的 OK 那可否介紹一下四棟加推幾個層面積件 是怎樣分佈的呢 那一次 我們現在這一邊 其實四棟整個層 整個洞 整個洞 整個洞是三十三層高的 跟我們之前賣過的五棟 是一樣的回應 前面我們對著這個位置 是我們一百一十一方的三方的設計 就是望內圓的一百一十一 是望內圓 主要是望內圓 這次這個位置是無棟交付 所以到時我們客戶可以任意自己設計 都可以 沒問題 然後這邊就是一百十一方三房兩廳兩位 相反那邊的話 就是朝東北橋的那邊的話 就會是一個一百零三方 百合百使用率的一個單位 是 然後那邊的話 同樣都是三方的設計 送的面積的話 就相對比較多些 OK 是 OK 即是望內圓是111 是 望外邊街景的方向 就是一百零三 是一百零三 它相對去到七樓 其實都看到少少干警 OK 而且是固定的景觀性 不擔心之後有任何東西遮掩 OK 所以請問幾點 因為我們現在是現樓來的 是 這樣的話 我們現時它的價錢 預計會是怎樣呢 價錢的話 先說回這個無坯這個 這個的話 我們的價錢 就是預計是 折了一萬四千多座 是 維新的話 我們前面這些 小高層的二棟的一單元 因為我們是戴裝 以及戴全屋的冷氣才交換 那邊 那邊的話 就均價去到一萬五六 OK 一萬五六 是一萬五六 OK 那再請教一下 剛才說到的 加推的情況 如果想了解一下 現在魚貨的情況 還是怎樣 魚貨的情況 其實我們魚貨 就剩下好像三棟的高層 都有的 是 這邊就是四房的單位 是 而未知的話 我們一棟二單元的低層 我們都是有魚貨向這邊 我們都有做特殊的 有三間是做了特殊 最便宜的那間 就是做了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九 OK OK 另外 還有客戶想買現樓的情況下 我們五棟 六棟 和七棟 我們都是部分的 魚貨是現樓的狀態 即即買即收樓 這邊是 可否簡單解釋一下 其實現在魚貨還有多少套 都加起來 有沒有幾十套 或者一百套 其實我們魚貨剩剩下的話 基本上可以收樓 可以買的單位的話 就是去到三分一 這樣上下 三分一這樣上下 是的 我們已經是買了三分二的貨 譬如說 假設如果我想選擇這個三棟 高層多一點的 看著江邊的 有沒有好選擇這樣 那邊的話 基本上我們會有十八十九樓 差不多的中間段樓層 或者再打上 底下那些已經是受興的 OK OK 譬如說 如果我想五棟 看來源景一點 有沒有一些可以選擇 看來源景的話 我們基本上都要去到 二十七樓以上 二十七樓以上才有 五棟那邊 OK 七棟呢 七棟的話 其實只剩下幾間 對內園這邊 我們對內園的話 基本上是受興的 對內園的話 我們全部都受興 全都收樓 基本上都要去到三十樓 或者是這邊的二十八樓 二十四樓 我們才有 OK 明白明白明白 好 大致上都了解得差不多 因為都不是第一次來 都來了好幾次 我想請教一下 它現時廣澳的直泰方面 還在那裡 其實如果廣澳直泰那邊 我們暫時還沒有 還沒有 是還沒有簽到 衛生都是要 可以分期 我們可以免息分期 然後申請延期 這個意思 大概分期可以多久 我們一年 一年最長我們可以嘗試申請 但是我們建議的話 因為它會收回折扣的 我們建議最長的時間 就是半年 半年 最長的時間就是半年 半年的比例方法是怎樣 多少 多少 如果半年 免息分期 那時候就是七日之內 我們要交三成 然後剩下的餘款 我們每兩個月 每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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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最後那筆 就剩下40 OK OK 大家想明白了 管理費方面 和管理公司又是怎樣 我們管理公司的話 就是我們開發商 自己的貿易公司來的 新的貿易公司 新的貿易公司的話 就是三元的貿易公司 就是管費 嗯 打賣公安水電 打賣的都是 打賣的 中山這邊基本上都是 OK 車位方面有消息嗎 車位暫時未賣 我們都是會租住先 因為我們基本上 會有三分之二 還有業主 我們才會賣 因為是優先賣給業主 因為還有其他的貨量 還未賣 所以要三分之二業主 我們才會有開售車位的情況 OK 好 那大約上都很清楚 謝謝 OK 我們去延樓 是不是 你去那個二百零三 那邊 延樓拍照 我們現在先來看 五棟的實體樓示範單位 順便欣賞他這個大堂 其實呢 雖然我開頭說 發展商不是一些超級大的內房品牌 但是你看到這個大堂的位置 他做出來的質量 整體是非常之好的 我們現在到達五座 就是二十八樓 其實這次來五座拍攝是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五座和四座 因為四座是新加低樓層 四座和五座 它互形結構是一樣的 只不過四座是低樓層 我們這次來五座看 就可以一會選擇兩套單位 一套是二百零一 一套是二百零三 二百零三 二百零三的話 就是燃樓大精裝 我們就關注它那個燃樓大精裝 實際的樓體 後面的二百零一 都是實際的樓體 不過呢 我們就會從 派出二百零一的時候 我們將會從一個 門披的角度 去跟大家說回 一個四座是怎樣的 要派出二百零三 我們會說回一個 精裝五座 這邊實體樓的角度 跟大家這樣去解釋 可以的 因為四座現在的目標是不能上去 是不能上去 是不能上去 我們先從二百零三開始 好嗎 這裏是兩梯四房 這邊有兩梯四房 其實架局都是一樣的 都是兩個電梯位 這邊是零一和零四 是南向的位置 到時候有個消防門 在這邊 相反方向的話 就會過來這邊 就是我們的二百零三 零三或零二的話 我們都設計了一百零三房 一個單位 在這邊 是三房的 然後這邊 其實是現房的形態 在想到 交樓的話 直接就可以收樓的位置 即是這些櫃的 櫃 這些全部都全部都 有了 直接是現樓 即擺即收樓的位置 即擺即收樓的位置 可以直接搬進來住 然後相對於這邊 就可以看光景 這邊是朝東北向的 為身也是看中山的城市景為主 加上光景的片段 OK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衝出去 就是我們的客廳位 冷氣也有 沒錯 這個也是冷氣位的位置 OK OK 膠房全部都是有的 還有連我們那個 電視背景場 客廳的冷氣 還有燈這些 所有看見的 就是我們現房的位置 全部都是交的 其實這個回形可以 打開那邊的位置 其實可以 藍不對陋 藍不對陋 可以造成真是 雷藍不對陋的效果 是的 其實我們這個位置 原先是一個廚房設計位 原設計的位置 這個是一個陽台 但是我們更加利用好這些空間 就可以把這個廚房位移出來 這個陽台那裏 另外我們這個陽台的話 我們還會送多一個陽台位給你 所以就做到百分百十的路 在這邊 即是對出去 還有一個露台 是的 這裡還有一個露台 這個生活露台是全身鬆的 其實本身的露台也很大 是的 所以這邊即使是浪衫 等等 很多很好用的位置 要在這裡 OK 打開兩邊 其實真的對龍得到 會很舒服 這邊將來是三元套包裝 是三元套 因為現在還沒裝的時候 我們確保是全身交給你 裝作的話 就會插開包裝的位置 到時候是 請問一下 到時候 因為三元套有 有的 但交的時候是這樣 到時候三元套是搬到家 還是你們都會幫我們裝起來 搬到上來 我們會安排師傅再裝 OK 不用被選擇 那不需要 OK 如果 剛才我們說到 如果是無批的話 實際上我們可以保留 廚房在做露台 如果無批的情況下 我們都是這樣幫你做好 載享度 但是這些 死手台 這些位置 是你自己做的 是做好的 我們這個門 都是有的 這個玻璃門是有的 然後這個框框這個位置 我們都是做好給你 OK 這裡的話 全部都是無批的形態 是不是 然後那個生活露台的話 如果是無批的時候 這裡就會是一個 套進去的位置 套進去的位置 到時候你要自己做回田 和我們這個做平 它就可以了 明白明白 但是這個空間位 我們都會保留一個欄杠位給你 其實我可以變成真真正男 不對流商露台 我廚房移回來這個位置 你可以自己移回來 自己移回來就可以了 明白明白 我們出去煮陽台看看 這邊就是我們主景 景觀陽台 是嗎 陽台的話就是正常露台 然後就是看城市景為主 這邊是 實境我都可以看到其館的 和華法廣場 是嗎 嗯 連同我們完美金鷹 利和廣場 這些標誌線的建築群 我們都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 大順身都會 是 城櫃灣 廣場 其實這些雙圈這樣 我右眼看下去 五分鐘才能夠到 實質的話 我們就預期它十分鐘 是 看起來是很近的 真的看起來很近的 是 在前面這個江邊 那條路一直過去的話 就會發廣場 是 是 走回前一點 就搏外路轉個彎 前面就是利和 嗯 其實相對 城區這邊住的 商業是非常方便的 OK 是 然後過來我們可以看 客房的位置 嗯 這邊就是我們那間客房 就是連接我們 收穫陽台那邊 很大 是 我們有些客戶 就會覺得 收穫陽台那邊 它可以做這個 玻璃推麥門 都可以 但是我們交路的時候 這個是窗的 是窗交戶一樣的 嗯 然後如果是沒有Pay的情況下 可能我們這個位置 會有一個飄窗位 保留給你 那時候你自己打 是自己打 但是我們這個實際 如果是帶裝修 我們是全部幫你打好 明白 沒有飄窗位 冷氣 燈 這些 肉眼看到的都有 對 都有的 我們帶裝修的位置 然後 衛生間 這個客圍會比較長 有些客人會覺得 為什麼你們的臨浴間 好像會比較大 所以裡面的臨浴間有一半 是全陣送的飄窗位 所以它就會比較大 其實 講一件實際的事情 不要介意 不要介意 說來有點尷尬 因為這裡雖然大 但是花灑位很難遮到 真的 花灑位比較難遮到 因為這裡有龍蝦 有龍蝦 有龍蝦 對 這樣掛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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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如果是 這個要自己做 對 要自己加一些 物件在裡面 嗯 OK 但衛生間是觸到肉 不過實際是大的 衛生間 對 那後來就主要是房間空間 在這邊 維新掛這邊 也可以設計 磅尾到兩邊的床 而且這個 同樣都是飄窗位 對 維新的話 有些人覺得 套進去這個位置 有些乖乖的 但是我們都會 偷空這些位置 讓你用完它 而且你做一些 層解在這裡 都會很好用的位置 OK 嗯 那這個就是 203 即是103屏 是的 103屏 那那個 噢 sorry 我們還有一個 對 還有一個套位 這個就是主要房 一個衛生間位置 嗯 那相對來說 其實它就沒有 剛才那個 林浴房的位置 大 但是它也是足夠用的 這個位置 是完全都夠的 OK 那維新這邊就是 通出去的話 就是你 那個生活露台那邊 如果說真的 好像我們的懶人 那樣子 你放了死衣機 到衝浪直接 掉出去就可以了 這個真的 這個露台 真的橫跨 整間屋 是的 是 從廚房位開始 我知道我們的懶人就是 可以直接出現 然後就扔出去 剛才看了一下 那個價錢 這個203 是 是 圍到去 210萬左右 嗯 是的 大概就210萬左右 有埋裝修 有埋裝修 是有埋裝修 還有它那邊的價錢 無培是一萬四千多左右 嗯 OK 好 我們再看一間 2801 剛剛開始的時候說到 203 我們從裝修的角度去看 即是5座 01單位 我們從無培的角度去看 即是 四座 是參加 雷美四座 是的 是的 那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為什麼會選到 選擇是一些高層的單位 因為我們其實衛生 就是剩下高層的 是未買的 OK 相對所以我們 就是先看的格局 你說層數看出的景 肯定低層是看遠景的 先說一下 OK 想請問一下 雖然是無培 但是這個門鎖也有 我們這個門也是一樣的 這樣就去交的 但是鎖那邊的話 我們現在還在確認當中 是要跟上面確認 那入門不好 這個到時候 都是一棵牆會交付的 即是會連同一棵牆 我們相對呢 這間大裝修的時候 它是打了一半的場體 去做一個鬼在那裡 即是粒子也要自己打 是粒子也要自己打 是粒子也要自己打 是的 然後那邊的話 就是廚房位 對 到時候交屋 我們無培的時候 都是一樣的 那這些的話 我們是全部都沒有 同樣進來這邊的話 就是這個生活陽台 一樣它都會是一個下陷式的位置 之後那個位置 你自己要回填 是回填 我們可以看見 其實對面那邊 這個就是四座 OK 這個就是四座那邊 那個生活樓台 看看可不可以看得見 這邊 這個是03的 是 那邊的就是103方的護形 然後過往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見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111方就好像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護形的位置的 空護露台 即是自己做防水就可以了 是自己做防水 自己做回 嗯 是 我們過往這邊 嗯 出回來這邊的話 就會是我們客廳的位置 嗯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是一個相反方向 在西南位的位置 可以回到這裡 所以說它的通風 財光石其實 很多天都會覺得 一進來就會覺得 很涼很舒服 是 那露台這些位置 到時都是同樣 我們都會做回 你要自己回填 嗯 這邊是28樓 看出去的景觀城來的 但是相對的話 我們四座那邊的話 看內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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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內圓的位置 嗯 那我們過回去 看看我們房間的分部 是不是要在陽台涼 不捨得走進來 哈哈 有些藝局 那些事情 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其中一間客房 它都是相對對我們主陽台 哪個推薦的景觀 無批的話 將來這裡是 對 可能也會保留飄台位 對 對 都是自己打的 對 但是相對我們那些 窗的玻璃的話 我們全部都是雙層的玻璃 要做回的 其實你想問 那塊綠色的地 現在是定了沒有 嗯 那塊綠色的地 它是沒有全部都見過 土地的那些出來 嗯 但是相對 就好像剛才說的 我們沿著江邊 那邊 50到100米 50到100米打好的 是啊 所以即使我們之後 你可能買到高層的單位 看江景甚至受影響 其實是受影響 嗯 而且的話 你還不用擔心 之後前面 它們會中其他營 或者是怎樣 因為之後 是說是新的小區的形態 在這裡 OK 嗯 會看你的收穫比較舒服 都不會是一些 舊房的形式 想回這邊 那邊有廚房位 啊 sorry 洗手間 我們現在是沒有開燈的狀態 嗯 是沒有開燈的狀態 但是我們如果是裝修 就是這樣做 如果是無痞的情況下 就要自己去搞 是 這裏就是另外那間房位 空間位的話 都會比較舒服 都會 可能這邊到時候 都會保留一個 飄台 在這裡 都是要自己打 自己打 但我們都會信送空間位 OK 然後進來這邊 是主樣房空間 這個主樣房 就會比較長 對 對 那邊是很大 我這邊是26個方 OK 嗯 同樣的都是會 有兩間房 我們是有兩間房 都會對回這一邊 嗯 那邊的藍向位置 OK 嗯 藍向位置來的 好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就會到時候 這邊是床圖位 這邊的話 就可以設置這個位置 也可以的 是 而且我們戴裝修的時候 插套的床圖 會向這邊 嗯 就看你客戶的 因應的需求 其實很多人會選擇床圖 會向這邊 嗯 那如果模型的形態 就自己設定就可以了 OK 是的 然後這個衛生間位 這個衛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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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衛生間位的話 同樣都比較長一些的 而且裡面的話 同樣的那個流浴房 這一邊 我們都是贈送的位置 全部打下去了 OK 是 全部打下去的 所以裡面的空間 其實真的不算小的 都會比較大 你放一些 我們說的浴環 那些 其實你放到完全沒有問題的 嗯 嗯 好 OK了 其實這些 這些崗位 比較大的時候 有一種好處就是 家裡有小朋友 有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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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洗澡位裡面 就架個 夠大 是啊 如果洗澡位 窄多些 就要想辦法 家裡有小朋友 對 就覺得比較麻煩 但是相當我們這個位置 是比較長 比較闊的 OK 是OK的 今集香檳相的上集 就來到這裡先了 其實還有其他示範單位 還有 我們的人員 也會跟現場銷售 講解一下 現時哪一類型的護形 哪一類型的座向 是比較受歡迎的 那如果對這個項目 真的這麼興趣 也可以留意著我們下集 又或者直接向我們 查詢回現時 最新的情況 單位的價錢等等 下條影片再見 各位觀眾 若然你想上來 我們自家兄弟門店 進行直播 又或者是面對面查詢 歡迎你親身上來 我們銅鑼灣 或者旺角的分店 了解大灣區 樓盤的資訊 又或者可以預約我們看樓 大家記得了 銅鑼灣站的C出口 出口 出來之後 就跟著我們走 走 這裡就是寫字路門口 我們就是2304 23樓出來 左手邊 就可以看到我們自家兄弟的門店 銅鑼灣廣場二期是有自設的車庫 大家若然開車的話 來到諾黑道就可以找到停車場入口 當然除了銅鑼灣店之外 如果你覺得方便到你的 旺角店這一邊地鐵站出來 也是相當快就可以過到胡舍新行這棟大廈 在八樓出了升降機之後 802和8037就是我們自家兄弟的旺角總店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